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那我們今天就是推出這個體驗營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所謂的短線 目前為止這個因應這個大盤 因為現在這個大盤就是在 低檔的一個區間震盪 所以說我們來推這個體驗營 那就是短天期 我們所謂的短天期 當然就是讓你能夠先體驗到 什麼叫做影后 這才是重點 那你可以撥打我們的服務電話 或是說在我們的影片的右下方 一個打勾的符號 你點進去之後 也有表單也可以填寫 那現在這個大盤的這個整個架構裡面 其實投資朋友我在10月14號 在大漲317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講過說這個地方 你說要來個V型反轉 真的沒有那樣的一個條件 但是他有會再怎麼樣 來來回回 做一個區間的震盪 其實我這樣的一個大盤的規劃 我應該是說 從這個10月初到現在 應該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當然那個最主要是 那一天跳空大跌之後 就造成我們大盤現在的這樣的格局 所以說怎麼去消化現在的短線的套牢的賣壓 就是一個非常的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我說過 這個13131點到現在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賺商 好 那我們來看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的這個大盤 它就是量縮上漲 那今天大盤但是非常的奇妙 開高之後就往下走 為什麼會往下走 而且這三大盤快要翻黑了 那往下走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家已經變成一種 只要開高隔天就會翻黑 所以大家會害怕 會怕 變成一個慣性 反正每次這個漲 就是隔天就會跌 那所以說 這個今天一衝上去的時候 大家就怕明天會跌 所以先賣再說 當然有些股票是賣的對 但是有些股票不一定是 要在今天賣 那要看你每一檔股票 因為現在這個大盤的這個架構裡面 非常非常的凌亂 也就是說沒有像以前一樣 什麼族群大家一起漲 什麼族群大家一起跌 沒有了 完全沒有 幾乎同一個族群也是 每一檔股票各自走各自的路 所以說就造成什麼 現在的大盤就是低檔的區間的震盪 所以這低檔的區間震盪在什麼時候會結束 投資朋友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是要等整個這個形態走出來 否則還沒有走出來之前 他就是在做一個這個區間的震盪 那這個區間震盪你要去注意了 有未來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 但是大家比較喜歡的往上走 對不對 當然也有另外一個方向是怎麼樣 往下跌 這個就是不一樣 所以投資朋友 那怎麼去看 我說過你每天都要盯著真紅的節目看 因為我會把一些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一些個股也好 類股也好 你只要盯著他看 我相信八九不離十 你就可以在盤中看到一些變化 你就知道大盤方向 那再來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我已經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說他就是低檔的區間整理 那當然 有人說這個台積電400塊以下 是不是可以抄底 那我今天在這個財經及時通 也有這個節目 你自己可以去看 我不是只有針對台積電 包含整個晶圓代工 包含聯電 包含世界先進 還有這個利基電 我都有做個解析 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 真紅的財經及時通另外一個節目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會把這些答案的全部在 今天的財經及時通裡面 給你做個詳解 所以這邊我就不用再多做解釋了 那再來就是金融股 我說這個金融股就是拖幼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金融股是拖幼 真的每一次下殺幾乎都跟他有關 所以說這個金融股 假設他能夠變成比較強勢的一個格局的話 我相信這個大盤要跌就不容易了 你看包含今天的盤充往下殺 又是金融股 還是一樣是金融股 先把它帶下來之後 最後才抽上去 也是因為金融股 成也是金融 敗也是金融 也就是說開盤的時候 一下殺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 金融股是先把盤壓下來的 可是後面往上帶的時候 又是什麼 還是金融 等一下我們看就知道了 我會跟你講到這個 所以說這個脫油品 什麼時候會變成稱盤大將 不再是脫油品 我相信就是我們近期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今天的量縮反彈 也沒有任何意義 我是說真的沒有任何意義 你只是量縮反彈 並不是放量上漲 這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盤目前為止 還是一樣會被金融股就跟著他跑 他在區間震盪沒有辦法轉強的話 我覺得這個大盤很難 很難有一番 就是說新的一個格局 那新的格局 當然就是要看我說過了 還有很多的其他指標 但金融股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鋼鐵股 我在昨天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我說鋼鐵股有機會要開始做個反彈 那不是只有鋼鐵 是傳產股都一樣 而且我昨天提醒投資朋友說 會有一半的資金慢慢慢慢的挪向傳產股 為什麼 因為最近的電子股 大家怎麼樣 賣壓非常的沉重 每次漲個一天兩天就開始往下摔 所以現在資金就慢慢怎麼樣 從電子跑去傳產 但是速度不是很快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 傳產股的走勢就不一樣了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航運股 航運股昨天我講過了 他已經跌破了昨天的低點 就是說他本來有機會往上走的 但是卻因為 這個一個所謂的外資的研究報告的利空 對不對 這個凱基證券的一個研究報告利空 我說什麼明天 不是明年 明年 明年開始萬海會開始虧損 對不對 第二季 然後陽明是第三季開始虧損 明年 那當然明年的第四季是誰 昌隆 把很久的事情拿來掀錯反應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航運股遇到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航運股這個反彈 你可以看到量又縮成這個樣子 所以說量縮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實際上 對他的反彈的意義並不大 我只跟你講說 對他的反彈的意義不大 所以短期之內 航運股你看看就好 真的看看就好 不要再去碰他了 等他真的穩了 我們再來談 我覺得那個時間點還沒到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手上有航運股 或者你空手的話 就不要再去碰他 那你手上有怎麼辦 如果有反彈到短壓的話 真的會先跑一趟會比較安全 因為我覺得這個航運股 目前為止籌碼 尤其是短線上籌碼 又套一批了 又新套一批 所以說這新套一批的籌碼 又在等解套 因此要往上的動力 就比較不容易增加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目前為止 像這個整個大盤這樣子看下來 你就知道了 不管是從金融股 或是從台積電 就是電子股的代表 對不對 甚至於像這個穿財股的部分 他也是輪動的反彈 所以這個大盤就變成怎麼樣 亂成一團 沒有一定的 就是他就是 等一下我跟你講 包含像你看看 今天我昨天有跟你講 那個ABF栽板有沒有 景碩 之前的景碩 剛開始是三支一起漲零 對不對 景碩是最先衝上來的 結果今天的景碩卻是墜落 是翻黑 可是新興跟什麼 南電卻是往上漲 這就是我跟投資朋友有講過的 我說現在的族群性就非常的低 大部分都是什麼 各自表態 那怎麼辦呢 我只能跟投資朋友講 你要怎麼去看這個股票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壓力點也好 甚至於你要去做聽損也好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該怎麼去看他 好 那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說過 現在的資金會慢慢慢慢的 會轉向到傳產股 有些傳產股的這個K線的形態 其實比電子股的漂亮多了 再來就是在他之前 因為大家不想去碰傳產股 因為傳產股是這個去年的 不是去年 今年 今年在大概年初的那一段時間 是最熱門的 可是自從這個傳產股 開始一直跌著就 好像沒有人會去理他了 大家就少去碰這個傳產股 大部分都回到電子股的身上 還有後面就是什麼生計股 所以說傳產股就被 好像冰到冷凍庫一樣 可是我覺得好像他要慢慢火過來 你可以慢慢看 像你可以看到像這個玻璃陶瓷 像塑膠 塑膠蛋是這個台塑集團的 台塑集團的股票 在這個地方就開始有所表現了 那當然像今天有這個電機機械 其他類股 甚至於紡織股 造紙類股 但他不會一直漲 我說過現在所有的股票都是一樣 都是怎麼樣 漲了休息一下 漲了休息一下 有些是慢慢爬 有些呢 漲了一兩天他又回來 這個操作上 該怎麼去看他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停利點 或者是一個停存點 投資朋友 等一下我會來跟你講 那再來我們就是看這個友達 為什麼我要講友達 因為我昨天也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這個最近的關鍵指標就是在面板股 你應該記得吧 我昨天是講面板股跟景碩還有誰 旺宏 旺宏呢今天也是撐在紅盤 那但是我們今天不講他 反正他能夠撐在紅盤 就代表這個盤 要往下再破底就不容易了 對不對 其實你今天可以看到這個面板股 還有這個旺宏 雖然景碩是往下的 但是這四檔股票裡面 有三檔都還是撐在盤面上 你就知道這個盤跌不太下去 結果後面就被拉上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友達在這個地方的話 投資朋友他出現一個利多 對不對 那可能這個利多 大家就認為說他是不是叫做利多出境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就是說 每次因為現在已經大家養成習慣了 利多就趕快出股票 為什麼 因為現在盤斥就是這樣 每次出現利多 然後股價就開高走低 已經成為一個慣性了對不對 可是投資朋友你要去注意 你看這友達 我昨天也跟你講過 我說他的這個短壓點 是在18.15 昨天沒有站上 昨天漲是沒有站上 今天是怎麼樣 開高走低收黑K 但是他小漲而已 小漲那個0.2 可是卻是 站上那個短壓點 18.15 因為今天收板是收18.2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不要認為這友達就這樣結束了 我是覺得他也許還有拉回的機會 但他拉回的幅度應該不大 為什麼你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雖然是開高走低 但是量卻是縮的 也就是說這個的K線 他只是 之前在18.15被套牢的那個地方 大家已經解套賺錢了 趕快先跑 因為盤不穩 對不對 可是籌碼 我覺得這個地方只是做個什麼 換手 並沒有真正的一個出貨 所以我覺得這個友達 包含像群創 他們都應該還有機會 就是再往上把這個盤給怎麼樣 稍微撐一下 我說他比較不容易吸引市場的人氣 但是他有撐盤的作用 他是有撐盤的作用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 目前幕後大手 他會去使用的工具 因為他知道 賞戶不容易去跟這個 不容易去跟蛋 就是說你不太想跟這種的股票 因為之前的利空真的太多了 大家會怕 那有的話還是跑短線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現在目前為止還是一樣 我覺得面板股還沒死 但是他會震盪 震盪是一定會的 因為畢竟前面會有什麼 一些短線的解套賣壓 好 那再來就是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 你現在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判斷 你現在該不該跑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股票他好像很強 對不對 後來又突然又出現一個拉回 這個時候 你就要去抓他的什麼 一個壓力點 像震達他的這個壓力點 是在23塊 當然23塊是在之前的 然後不是在最近的 所以說這23塊 假設他能夠帶量衝過去 或是說 在盤中震盪之後 收盤還有機會的話 往上走的話 那當然就沒事情 可是呢 今天的這個震達 他在23塊 開盤一下子就馬上就下來 你就知道那個賣壓很沉重 就是短線的解套賣壓 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我就先走了 我就知道 這已經是不太對了 所以因此我在盤中的時候 找盤的時候 大概是在9點34分 我就先跑掉了 跟大盤有沒有往下跌 無關 因為有些股票是不是又往上拉 但是他並沒有往上拉翻紅 沒有跟著大盤翻紅 他收盤還是怎麼樣 還是往下跌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跟投資朋友講的 我說 你這檔股票的這個短壓點 有沒有辦法在開盤的時候過關 就像剛剛我講的友達有沒有 他衝過去了 他有拉回來對不對 但是收盤還是站上 所以他還有機會 就是說他會震 他不會往上拉 他會震盪 畢竟那個友達也是股本比較大的 他會震盪 但是不管怎麼震 他還是有機會再往上爬 就去把這個市場的這個指數給撐住 那當然另外一檔股票 就是蓮永 蓮永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蓮永大概在250塊 在這個地方的附近 大概250到255 這個地方會有個短壓區 那他有沒有辦法過 那過的時候是怎麼樣 也是一樣 今天一開上去馬上就怎麼樣 被壓回來 而且那速度很快 我就知道那個地方 一樣解套賣壓會比較沉重一點 那實際上蓮永我基本上已經怎麼樣 帶了新會員也去埋進一次 重新再進場一次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逢高獲利落袋為安 這個非常的迷人 因為一張就1萬5了 那你10張就15萬塊 這就是你在價差的獲利上 應該是以現階段來講 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剛才這個政達 雖然他股價低 雖然我們感覺說 那實際上2.5萬 比較少那麼一點點 但是你要看 他的波段獲利是多少 12.62% 投資朋友 現在這個階段 你要賺超過10%的 我說真的 並不多 真的並不多 你自己去看一些股票 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說 那種成交量不大的 那個沒有辦法帶會員的 那你就不用去看了 因為你說自己做有可能 你說你要帶會員去操作的股票 你量要夠大 對不對 那量夠大的 有辦法漲超過10%的 在近期之內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判斷 他會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去挑選什麼樣的強勢股 我相信這就是一個問號了 那再來買進去之後 何時該賣 這就是你第二個問號 因為如果你不賣 搞不好又跌下來 對不對 那甚至於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不對的時候趕快跑 不是說看他一直往下跌 絕對不是如此 對不對 就像我在昨天跟你講 那個航運股 不對了 因為他受到這個研究報告的影響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理由 只要看到K線不對 你就先跑再說 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你先把資金拿回來 我們再轉到其他的個股的身上 那也是一樣 你的資金還是可以再繼續運用 尤其在這種盤勢裡面 投資朋友我就跟你講 你現在目前為止 你所看到的今天漲的 我這句話已經講過 在大漲317點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了 對不對 我說 你今天看到漲停板的 不見得明天就繼續漲 所以你怎麼樣去挑選這些股票 真的 你沒有功夫的話 你要在這邊說 我來自己來操作 跟著盤 跟著這個個股漲停的去追 那代表你明天就一定會賺嗎 不一定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我們這個來體驗比較快 怎樣比較快 找真紅比較快 不要再自己去傷腦筋了 去追一些追錯股票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一個 哪些股票才真的可以追 已經我剛講過 是你的第一個問號 第二個 你買進去之後 假設真的在漲 什麼地方該跑呢 這就是你可能 你現在在操作股票上面 最大的什麼問題點 沒辦法 現在這個盤就是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有些股票它還在一直在破底 這就是現在整個大盤當中 你可以發現到 強的很強 但是他有休息的時候 不是從頭長大尾 弱的呢 連彈都不彈 就一路往下灌 投資朋友 現在這種盤勢啊 你真的要在這個裡面 能夠還能夠怎麼樣 看到財神也跑在你的口袋的話 真的一定要功夫 那我相信投資朋友 不要自己去學功夫 很花時間的 然後就像曾鴻花了24年去 專研這個技術分析 才自己獨創一個超盤級的技術分析 所以投資朋友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贏的話 你來體驗什麼叫做贏 你可以撥到我們的這個專線 或是說我們這個影片 右下方打勾的符號 你知道超過晚上的6點半 才看到我節目的話 可以利用我們的打勾的符號 填寫表單 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那我希望投資朋友 在目前維持整個大盤裡面 怎麼去掌握這個買賣點 我相信 這就是你最關鍵獲利的時刻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會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